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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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 我是林伟玲老师 我们要继续我们前面 曾经谈过的一个主题 天路客与他的属灵塑造 天路客是在圣经的里头 形容基督徒非常特别鲜明的 一个意象 一个给基督徒的形象 所以我们谈到从旧约到新约 一直都用这样的一个形象 让我们可以来思考 以及我们来对照 我们人生当中的经验 那我们谈到在旧约的里头 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带领 他们从埃及地经过旷野 进入到他们的应许之地 迦南地 这是上帝在给亚伯拉罕的时候 就给予的一个呼召 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心 他就跟随了这个上帝的一个引导 而在这个引导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需要信心的 他并不太那么清楚知道 这个跟随之后会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因此提到 基督徒的天路课 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 他们整个民族的史诗当中 他们的经历 那也就是整个天路课的 基督徒的天路课的一个特色 我们谈到了三方面的特色 第一方面我们曾经谈到 他们是需要不断地移动的 也就是说既然基督徒的人生 像是一个旅程 那他就是必须要不断地移动 而在这个移动的过程里头 会经验不同的事情 这在整个新约的内涵的当中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在 我们跟神的关系 以及我们生命里头 我们所跟其他人的一个关系 跟行为的当中 我们需要不断地来学习 深化 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自我的中心 不断地往上帝 希望我们成就的一个生命的 一个目标去 所以我们谈到基督徒的特色 第一点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是 我们还有没有在移动 那我们也谈到 在我们如果继续地移动的 一个生命的一个发展的当中呢 我们也非常需要注意 我们是盲动呢 是漫无目标的移动呢 还是我们是非常清楚地 知道我们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对旧约的 以色列人来讲 就是应许之地 就是耶路撒冷 就是迦南地 那但是我们呢 在新约的里头 我们就提到 那是神所应许的新耶路撒冷 那所以基督徒不要 有一个一种想法就是 我们最后人生的目标呢 我们就是要上天堂 那这是一个一般的 俗语的一种概念跟说法 可是什么是基督徒所谓的天堂呢 其实就是 新耶路撒冷所应许的 那样的一个政权 那样的一个完全有上帝的同在 以及神的国度 完全地叫我们可以实现在 我们的这个 最后与神同在的一个处境的当中 所以因此我们就要极力地 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当中 不是漫游的 所以我们说到我们不是天上的 不是属灵的这个吉普赛人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 没有目的的 那我们是有目标的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是谁的目标 所以这是上帝的目标 上帝给予我们的人生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就要问 我们是不是有尾身 还是我们时而靠近 时而就跑走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清楚 目标跟跟随的过程的当中 我们一定会惊艳一件事情 就是天路的第三个特色 我们会需要不断地付代价 所以我们谈到 这个移动的代价的过程里头 其实代价有两面性 也就是说有人不愿意付代价 其实它是一种代价 那个代价就是 我们似乎好像活在非常安定 没有变化的一种安定的当中 一种自己所为自己决定的 一种生活的方式的里头 其实我们就失去了 跟随神的精彩 那许多应许当中的活力 生命当中奇妙的经验 我们就没有办法经验到 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跟随 而在这个跟随的当中 必然会经历到 我们必须一路的舍 一路的放下 因着跟随耶稣的缘故 但是我们就会经验到 神真的是信使的 祂是丰富的 这是我们听到 许许多多的人的见证 我们都可以见证的一件事情 所以再来我们就要来 做一个对照 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天路客 是一个不断移动的成长的 然后呢 是越来越能够让自己像神的 那相对的 就像我刚才谈到的 这个过程的当中是有代价的 所以如果我们停下来了 成为了不是天路客 那我们给他一个名称 英文就叫做the settler 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安顿者 一个安定者 那什么是安定者安顿者呢 第一个当然他的特质就是 他停止了移动 什么是这个停止移动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他找到了一个位置 这里很好 我这个走走走到这里 哇 休息吧 我就在这里大一座棚 所以通常我们的经验就是 我们就买了房子 所以常常 特别是在 这个台湾近几年的状态的里头 房子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几乎每一个人一生 都成为那个房子的奴隶 所以定下来了 定下来其实很容易 我们就是感受到什么呢 感受到安全 感受到舒适 感受到稳定 这样不好吗 这样不是不好 可是呢 这当中会有一些的问题 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 那安顿者 这个The Settler 他除了停止移动 他第二个会产生的现象 就是开始划定将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开始会去定义自己的存在 那这里就是我的住所 然后呢 我有围墙 我有居所 这是我的所在 那以至于呢 我就会理出我的生活方式 什么东西是可以进来的 什么东西是不能进来的 那他就好像 我们会 在我们的信仰的里头 我们就会开始理出一个将界 就是 谁是我这一国的人 谁是跟我在一起的 那如果从社会学的概念来讲 其实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中产阶级的 我们的生活形态 Lifestyle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我们的品味 这是我们的讲话方式 这是我们吃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穿衣的哲学 那这是我们的休闲的方式 这些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呢 这会有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开始可以来思想的 就是当我们这样定义我们的生活 同时也定义理出了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两种的一个将界的一个状况 那其中一种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注意的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一个基督徒 可能可以有的将界 而且是一个比较灵活 而我们可以来思想学习拥有的一种将界 所以第一种将界呢 我们称为是刻板固定型 刻板固定型让我们用图示 来让大家明白什么叫做刻板固定型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也就是说安定者 他使得他的生命呢 就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好我在这个板子里头呢 画出了两种的图案 那一个是方形 一个是圆形 那只是要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这个刻板固定型的将界呢 也就是这个举形 无论它是什么形 甚至于是圆形 其实形状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因此就 就是规规矩矩的 或者说是清清楚楚的 画出谁是可以进来的 那用另外一句话就是物以类聚 那因此呢将界就使得我们会排除掉 在这个形状 无论它是什么形状 或者是三角形 或者是圆形 在这个之外的呢 它就不属于可以跟我在一起的 所以安定者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基督徒会跟基督徒在一起 然后呢甚至于我们就会说 哪一种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就会说 我们这一种的神学思想 这一种的宗派的 甚至于同一个宗派的里头 我是跟谁的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会说的 就是我们会开始分类 我们就会 在严重点就叫做结党分类 所以这就会使得很多在 这个我们的将界框框 或者说是被我们死板的定下来的 一个圈圈呢 我们就把它排斥掉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其实它就是带来了 一种我们对于圈圈之外的 一种排斥性 好 那将界可以不是这样 那它还有可能是什么样的 可能性呢 我们会说 其实它可以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给予它的一个名称 就叫做中心态度型 相对于刚才的这个 刻板的固定型的将界 它的差异在哪里呢 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图示 来了解 那我这里呢 画出了一个十字架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说基督是 我们不能 不重视的这个生命 那也就是说一个十字架在中间 那旁边的这个圈圈呢 都是人 可是呢 这些人呢 很可能他们有不一样的 生活的态度 那我们就用一些的箭头来 表达 这一些的生活的态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头你会发现到 在这个十字架的外面 这许多的人 他们会有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个目标跟方向的不同 那你就会发现 像这个 有的人的方向是向外的 有的人的方向是向内的 所以有向外 有向内 好 那所以谁是 是跟我在一起的 江界之内的人呢 他就会按照他的这个箭头的方向会产生出不同 那如果我们这样看 基督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跟方向 所以基督徒的天路客 谁是与你同行的 当然是向着基督的 那结果他画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样式呢 好 结果我们就发现向外的呢 当然就是不会跟我们走在一起咯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 谁是跟我在一起的 结果呢 我就画出了这样一个图形 那你就会发现 哎 草履虫的一个图形 它没有办法是一个清清楚楚 规规矩矩的 或者是方形 或者是圆形 或者是三角形 它什么形状都不是 它是一个变形虫的一个 多变化的一个形式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并不是用一个 死板的一个举形的方式 或圆形的方式 来定义我的人生 或者是来定义我的生活方式 我乃是按照 他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来定义 其实基督徒的天路课 我们不是不能有所谓的疆界 那因此这个疆界 它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好处 那跟一个影响的 所以我们不希望 我们的人生是一种固定的 刻板的 排外的 我们希望的是 只要它是向着 它是向着基督的 它都可能是跟我在一起的 那你就会发现 哇 这么多的不同距离的人 那你就会发现 也许距离远一点的 它很可能是什么 它很可能是 或者说它是初性的 或者说它甚至于还不是基督徒 可是它是一个寻找真神的一个人 那它就有可能是可以跟我在一起 它会是我天路最后可以同行的一个同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当中 看一看 就来想一想 因此疆界的影响是什么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疆界并没有这个问题 疆界的问题是 问题它的影响是 它有两面 正面的来讲 你就会发现 只要是人 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都会有所谓的疆界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立场 而我们会有所谓的界限 所以在空中主入学的课堂里头 我们会谈到什么是正统的 基督徒的信仰跟定义 什么是可能是有问题的 甚至于是异端 那因此呢 其实疆界会成为我们在思考 甚至于是跟随神的一个判定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立场 所以界限就成为我们生存的一个基础 所以界限是有必要的 疆界它是很自然存在的 可是呢 如果我们的疆界是一种错误的 一个定义的方式的时候呢 它就会带来一种人为的成长的限制 造成我们不接受圈外的人 以至于我们就很难跨出这样的一个圈圈来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考点 来做一些的反省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现 天路客跟所谓的安顿者 安定者 他的对照跟差别是什么呢 那也就是天路客 他会是一个 所谓的中心态度型 也就是以基督为 他的生命的一个中心 那作为 将界拓展的基础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不是死板地去定义说 就只有中产阶级的人 或者说 就是只有跟我同样的 中派的 神学的 想法的 完全一致的 他才会是我的同伴 他才会是我自己 有可能接受的 那相反的 安顿者 安顿者呢 他就会按照他自己的一个 已经划定的一个界限呢 来排除掉其他的人 那这样的结果 其实有可能就会越来越狭隘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反省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天路客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定义自己跟别人 我们是怎么样来看 我们的这个路途 跟所处的环境 我们是不是还有在移动 而在这个移动的范围的当中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 疆界的范围 我们是把我们所处的环境 来作为借口 而没有再成长了呢 还是其实这一切的疆界 是我们的成长的一个基地 作为我们深化信仰 以及与人相处 往外去发展的一个基础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基础的时候呢 我就会去思考 什么是我们认识相议者 那个跟我不同的人的观点的时候 我怎么样跟他互相地来对待 那我要怎么样的向外继续地探索 我们是暂时的停顿呢 还是永久的居落 不再往前行 所以安定者其实很容易就停顿下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在用我们实际的信仰的一个历程来做一个对照 什么是一个安顿者呢 安顿者很可能 在他行进的过程里头 他可能以前的方向是没有对着基督的 那他从没有对着基督是在上帝的这个路 引路的外面 可是呢有一天他转向了基督 他开始走进了教会 可是呢在这个走进教会的过程里头 什么叫做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安定者 他的意思就是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宗教叫做基督教 然后呢他就安顿了下来 那他所谓的见证呢很可能就会变成是 我以前是拜拜的 我以前是信什么的 可是呢我现在是信耶稣 我改变了我的宗教信仰 那以至于呢 这个我所谓的成长 其实就变成了 我参加了一群基督徒的活动 那在这许多的活动的当中呢 我认识了许多关于基督的知识 教育以及信仰 这些我们为什么会说 他会有问题呢 其实这些都很好啊 那我们会说是 如果我们是天路课 这些都是学习必然会经过的过程 可是当他变成所谓的安定者的时候呢 他会变直 他会变成说 这些东西只是我现在的活动范围 跟活动内容 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 他成为了一个宗教的外衣 而当他成为宗教外衣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说啦 我就是换一千来拜了 过去我信那个 现在我信这个 过去我的活动的范围 我的人际的交往是那一群 现在我换了这一群 这一群也许你现在觉得非常的好 可是呢 我就是找到一个新的庇护所 我建立了一套新的生活的模式跟规范 然后我逐渐地享受这个当中的外衣 那这个当中的一个安定 那成为了一个信仰的一个外衣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当宗教的灵成为我们的 主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逐渐地失去 愿意踏出我们所安定的这个圈子里 然后我们不再与我们不相同的人来交往 我们也不太容易去面对许多 与我们不同的人的声音 跟这样的一个挑战 那相对的 作为天路客会怎么样的不一样呢 那我们就会说 事实上天路客好像也可能经过 很类似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从箭头往外的 这个不认识基督 在基督的约之外的 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用我自己的想法 或是这个世界给我的一个教育 这是作为我生命的关怀 跟我的追求 我的行动的标的 好 现在我以基督 作为我生命的中心 这一切的生活的方式 可能都改变了 但是 但是划定界限的 不是一个死板的 一种用宗教的外衣 或者是用宗派 用教会的繁离 或者说是某一些的活动 来区别 而是我可以很清楚的 不断地向前 就是所有他的心智 是向着基督的人 无论现在 他在许多的层面上面 跟我有多么的不同 那我都有可能 跟他走在一起 所以我想 我就用一个故事 来做结束 跟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 让大家可以更明白 在美国有一位基督徒 他是一位基督徒的社会学家 他叫做Tony Campolo 那中文就是甘保罗 有一次呢 他到这个夏威夷 去开一个会 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呢 因为从美国的本土 到夏威夷去开会 有时差的问题 所以呢 他到的时候呢 事实上 这个太平洋上面的夏威夷 跟美国本岛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时间点 而且他是东岸的人 所以他到夏威夷的时候呢 其实在夏威夷 那是一个夜间的 其实是已经到深夜 可是他却很清醒 那他就出去走走走 他就走到了一个 喝饮料的地方 那就是美国的那种 POP 然后他就发现 在这个12点过后 就非常非常多人跑进来 他发现了 这一群人很不一样 其实他们是一群什么呢 他们其实是一群 性工作者 也就是他们是一群妓女 然后他就听到了 这一群妓女的对话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这个女人 他就提到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 然后呢 旁边那个静女就跟他讲说 所以 他说明天是我的生日 那那个 他的那个朋友 其实也是静女就说 所以怎么样 难道你还希望 我们帮你庆生吗 那他就非常落寞的说 哎呀你怎么这样 我只是告诉你 明天是我的生日 结果这句话 让甘保罗 Tony Campolo听见了 结果呢 他最后就问了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三点钟以后 他们离开了 这个甘保罗就问了 这个店里头的老板说 他是谁 那结果呢 他最后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 当第二天半夜 他们这一群女人 在进来的时候 他为妓女办了一个 非常盛大的 其实就是那个酒店人 为他一起上生日歌 然后给了他那个蛋糕 哇那个妓女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最后他就决定说 我要留下这个蛋糕 作为纪念 那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就是 一个心向着基督的人 他不会拒绝 一个可能在他旁边 需要帮助的人 我想这就是一个天路客 在他的界限上面 可以有的一个弹性 甚愿我们因此而能够得到 一个好的学习 怎么样可以继续的成长前进 愿神祝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 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 因为是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耶和华的圆域 比主耶路撒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